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会告诉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诱导你 劝告你做不好的事 不义的事或邪恶的事 魔鬼总是利用你身边的人 阻止祝福临到你 很多人错过了神的祝福 因为他们离开了神 希望他们所在的地方 神的祝福会临到你 但只有你自己能够用你所做的事情来阻止给你的祝福 问问自己 你现在听的是谁的建议呢 诗篇一篇一至两节 是否指示我们不要与罪人交往呢 这节经文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要那样做 因为事实上 耶稣也与他那个时代的罪人 以及行为有问题的人在一起 但别忘了 他这么做是为了拯救他们 救赎他们 让他们知道真理 他并没有和那些人在一起 以获得智慧或听取他们的建议 这有明显而且非常大的区别 这些经文教导我们 不要听从不敬钱的人的话语 不要从中汲取智慧 不要与藐视上帝 嘲笑上帝的人待在一起 你现在是和谁在一起 是听谁的话呢 想一想 有什么是别人告诉你怎么做 你就去做的事情呢 他们是否教你隐瞒 认可你犯奸淫 他们告诉你婚外恋是很甜蜜的 所以你也要尝试吗 他们有没有引诱你去欺骗或贪婪呢 他们引诱你做什么呢 他们如何让你远离基督呢 他们说星期天要和你共度好时光 所以你放弃了主日崇拜吗 你在生命中跟随谁而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呢 如果你想要上帝的祝福 你现在就需要调整 如果你身为父母 这也是对所有父母的警告 知道你的孩子和谁交朋友是你的责任 你应该知道你孩子的每一个好朋友的名字 因为事实是 很多好孩子最后走上错误的道路 陷入糟糕的情况 都是因为他们和错误的朋友在一起 记住这一点 并不是你生活中的所有人都会对你好 并非所有你生命中的人都是上帝派来的 有些人是魔鬼派来 让你失去祝福的 圣经说 当你不听从恶人的计谋 不跟随罪人的脚步 不与五脉上帝之徒同伙 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你拒绝听从不敬钱之人的话语时 圣经这么说 诗篇一篇二至三节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圣经说 如果你拒绝听从不敬钱的人的话 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 这些东西难道不是我们一直想要的吗 不是我们一直祷告祈求的吗 这些不是我们在世上忙忙碌碌想要得到的吗 这些不敬钱的人不能够帮助你得到所有这些 事实上 圣经告诉我们 这些不敬钱的人会怎样 你必须拒绝他们的劝告 诗篇一章四至六节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向康比被风吹散 因此 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意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之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这些不敬钱的人很快就会消逝 他们会灭亡 这就是上帝说到有关他们的后果 今天就拒绝他们的计谋 计谋这个词的希伯来语原来意思是 向某人提供建议或提供意见 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 意味着你不听从不敬钱之人的建议 不听从他们邪恶的意见 你认为邪恶的人 魔鬼派来的人 会给你敬钱的建议吗 你认为他们会告诉你要做属神的事吗 不 他们是那些会建议你要撒谎 要偷窃 要通奸 要吸毒的人 这些人会告诉你如何以不敬钱的方式赚钱 如果你跟随这些人 你会错过神的祝福 记住 神有能力祝福你 比你曾经祈求的还要多 上帝对你的祝福超越你所想的 他不会增添你的悲伤或困扰 如果你错误的因为结交了坏朋友 或因为家人而听从了魔鬼的话 你就会错过上帝的祝福 你要想想 这些是你要追随的人吗 这些是你想要听从他们建议的人吗 这些人 你如果和他们同行 他们将会终结你的生命 他们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悲惨 使你感到困惑 也使你活在遗憾中 他们不会在乎你是否错过上帝的祝福 他们甚至可能会因为你失去祝福 而快乐窃喜 他们也就是在你跌倒时会嘲笑你的人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唯有福 主的律法是高于人的 他试得神的教训 教导和话语 如果有人的建议与圣经相矛盾 请不要听从他 离开圣经的教导 你无法过上蒙福的基督徒生活 圣经不需要为今天和这个时代而重新编写 圣经是完美的 就像现在一样 不敬钱的人会带着他们自己的坏建议来 这会让你的生活复杂化 这些人会对你说什么呢 他们给你的邪恶建议 有哪些是你需要逃避的呢 以前有没有人劝你作恶呢 如果你未曾试过 魔鬼会在某个日子就送过来给你 他们会一直来找你 因为魔鬼知道 上帝的祝福非常靠近你了 他希望你远离被祝福 有没有人告诉你 做一些违背神的话的事呢 他们是你必须快快逃离的人 真言一章十四到十九节 你与我们大家同分 我们共用一个囊带 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 禁止你搅走他们的路 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他们急速流人的血 好像飞鸟 网罗射在眼前仍不躲避 这些人埋伏 是为自流及血 敦服是为自害及命 凡贪恋财力的 所行之路都是如此 这贪恋之心 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今天上帝给你的简单建议就是 不要跟随他们 亲爱的我的弟兄姊妹们 主的祝福就在附近 主比以前更靠近你们 请不要走开 看 魔鬼没有在睡觉 他不会放弃 直到他阻止了上帝的祝福 上帝在这里帮助你 魔鬼正在把你从他身边拉开 上帝的手就在这里 拯救你并祝福你 但魔鬼正在夜以即日的工作 让你远离这种祝福 希望这个信息帮助你睁开眼睛 打开你的心扉 你需要的帮助正在路上 祝福就在路上 如果你听从了不敬钱的人的话语 回来吧 如果你走远了 请回来抓住主的手 主在呼唤你 停止接受邪恶者的建议 他们除了毁灭之外 没有什么能够给你的 恶人没有祝福 可以给你 他们可能带着承诺而来 他们可能带着不同的甜言蜜语来 让你听从他们的意见 但你只要知道这一点 他们在对你撒谎 他们会让你走上毁灭之路 有些人离开了教会 离开了基督的身体 因为他们听了不敬钱之人的劝告 他们听了恶人的建议 他们听从魔鬼之民的话 这些人已将自己置于魔鬼面前 如果你变成这样的人 你就会失去你的祝福 魔鬼会利用你让别人堕落 如果你愿意 现在摆脱这种情况 永远不会太晚 现在说够了 还为时不晚 也许你跟着朋友做坏事 也许你跟随那些 甚至不是基督徒的人 加入了一个邪教团体 上帝可以拯救你 他要拯救你 你所要做的就是悔改 并放弃不敬钱的计谋 你所要做的就是停止坐在 蔑视者的座位上 你必须弄清楚那些 你要跟随的人 你要选择 你要跟随的是什么人 你要拒绝的是什么人 这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 你必须拒绝那些 要引导你 不上毁灭道路的人 很多人因为友情 而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他们毁掉了自己的未来 只因为他们无法不听从朋友的话 如果你的老朋友要使你失去祝福 如果他们不听你的话 那么就和他们切断这关系吧 魔鬼要利用你的情感 使你做人生中错误的决定 把你的生命让神掌管吧 上帝要你做一件事 约书亚一章八节 这绿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 凡事顺利 愿上帝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